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围绕这其中的说实话有故事 我个人感觉有故事 因为我们从评论上 从我个人的观察上 我个人觉得这是蛮突出蛮那个的 里面当然它从相当的一个程度来讲 有一个共识 这个是非常值得赞许的 全球反共 全球打击中共 这是没错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变 这种变故 是这种在我们外界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包括美国众议院 美国参议院的议员 都同样对推特提出了说法 提出了要求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在我们的节目中 你谈到武汉肺炎 武汉病毒 中共病毒 冠状病毒 大疫情 这些字 YouTube现在依然是黄标的 依然是黄标 这应该是它的政策 在推特上 我没有遇到太多的赢 太多的标志 但是呢 我那推特账号 永远 永远那个数字不往上涨 我自己觉得就是个笑话 所以很多人关注那个 在我眼睛里 我个人觉得就是 就无所谓 就那么回事了 真正的概念就是 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拿出的东西 你的存在 让人们自己去选择 去选择 这就是这样 所以围绕着严厉梦 出现了 出现这种事情 没有结果 今天一天都没有太多的结果 在西方的媒体中 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件事情 很多媒体都报 报完之后 基本就过去了 这是一个 基本的状况是这样 但是呢 有另外一家媒体 是华盛顿 他说叫华盛顿时报 华盛顿time 华盛顿邮报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 他说是华盛顿时报 但是那个人呢 比尔盖茨 不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应该是 我也念不好 英文是那样 中文听起来差不多了 那个人 有他自己的一个概念 原来呢 有一个说法 叫华盛顿灯塔 是这个 应该是同一个人 华盛顿灯塔呢 2012年出来的 那个媒体 2012年出来 当时呢 他就是爆料的概念 他点炮王立军和薄熙来 但当时东西很少 所以他就一个人 但这个东西跟得来的是有关的 第二名中国知情者出逃 向美国提高提供情报 所以他这里用的是 他这里用的是这个 华盛顿时报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了 这不是华盛顿牛报 是不是一家媒体 可能是可能不是 这个你发现成 他没有 他通常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作为中文媒体 更严格的话 他把他的英文媒体的标志 他的官方标志拿出来 我们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他没有灯 所以那我们就这么故事了 但是这个人 他叫格茨 他翻成格茨 叫比尔格茨 这个人我跟大家解释 这是华盛顿灯塔的 应该是一个人 我希望没记错 2012年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YouTube还没有人做 是我一个人做 做这种节目 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是 那是比较火爆 那是比较火爆 那这个YouTube没有那么多限制的 现在已经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了 所以他当 点出是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确实存在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中间呢 就是 比较真实 比较真相吧 我能知道 严厉梦逃到美国后 指控中共制造病毒 然后蓄意制造释放 那今天出现状况 美国知名国安记者 中国问题专家 格茨16号 说已有第二名来自中国的知情人士出逃 并且协助美国情报机关 对中共国秘密生产武器项目的了解 这第二个人 他讲的是 逃到欧洲去了 我实话跟你说 这不是一个真正 这不是一个现在的新闻 类似的说法 在四月份 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有看到过 在社交媒体中有看到过 他当时只说逃到了欧洲 他也说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军方的人 跟严厉梦女士出来 他出来的时间是四月二十八号 大概他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吧 类似的说法就有了 我跟大家解释过 在推特上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微信 很多人做假消息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判断呢 等待和耐心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有些人故意钓鱼 有人说 涛哥你被钓了 你被钓了鱼了 所以这个东西 今天就很多东西 它不是个东西 你说它不是个东西 它真是个东西 我以为就是个玩笑了 唯利是图的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而真是至善 在今天的社会中 人们现实的生活中 人们能够真正的坚守真 太难了 绝大多数人都太难了 所以我能理解 我也能接受 这就是现实 所以也无可厚非 我也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谈不上 我只是跟朋友们分析 我能够判断出来的 对吧 有人不喜欢你的判断 说石头你竟胡说 你是这个你是那个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是 这行不行 对不对 你何必的 对不对 我觉得很荒谬 很荒谬啊 很多人这么讲话 在我眼睛里 在我眼睛里 就是挺可怜的 没什么 唯利是处者必下见 谈出的话 很凶狠 很恶的 所以你一定是个出卖者 你一定是个出卖者 出卖者就是下见 为了利益 没有不出卖 因为你没有生命的认识 我没有针对 我说这意思 就这样的人 这一类的人 一定会这么做 所以不是你用嘴巴 就能如何的 这个人来自解放军 逃到欧洲 受到欧洲国家的 安全部门的保护 那然后他提到说 这个人呢 认为 中共情报机构 对美国政府内部 有所渗透 特别是中央情报局 CIA跟其他西方机构合作 持谨慎态度 CIA在今天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川普的大选的过程中 和川普遇到的很多麻烦 在美国社会 完全是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看美国之音的 这个美国之音的变化 美国之音的变化 CNN的态度都存在 在北美 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 这个阴谋论 是以特林顿 比尔盖茨 索罗斯 奥巴马 等诸如 这一批人为核心的 今天的美国社会精英 包括好莱坞 包括华尔街 包括媒体 这些精英者 和某些有着背后的 生命认知的 与中共的思维等同的概念 有一大批人 要颠覆掉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那这些人 渗透了包括FBI CIA 甚至美国的军方 都有的 FBI对川普进行 俄罗斯门的这种调查 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围绕着川普的打击 就是其中的表现 那川普一共 到了这个班农 是第七个 曾经2016年协助他大选 和2017年 首次进入他内阁的 那些成员 很多人都被告语 很多人都有这个 所谓的犯法 我只能叫所谓的犯法 为什么 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面对中共的邪恶的过程中 你记住 循规蹈矩的人 几乎就是失败者 很多循规蹈矩的人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在 人类变更的过程中 都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 法循在某种程度上 是相当邪恶的 菜刀没有罪 砍了脑袋就是凶器 就一样的道理 所以循规蹈矩者 很多循规蹈矩者 认为法律是公平的 胡说 绝对的胡说 只有人善恶是根本 其他都是工具 所以面对川普而言 他是真实的一个个体者 有人说 你说话什么意思 他打个放屁都是真实的 他今天的表达也是真实的 中国大陆 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一切 绝大多数都是虚伪的 这是我说的 今天的精英就是欺骗 面对的是一种社会大变更 所以这个说法是存在的 美国CIA可能会进行 对这个人的出卖 这都有可能 在今年四五月份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细节 格茨在他的文章当中 提到这个细节 那也就讲说 在围绕着美国大疫情的问题 围绕中共国大疫情的问题 到影响到美国社会的时候 已经直接渗入到美国政坛 美国现今环境中的 一个最主要的深刻的问题 你可以说 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同样是美国社会的大进化过程 美国政体 美国社会 美国的精英阶层的 大进化的过程 这是等同的 所以他讲这部分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是有这可能 但我们无从证实 那他这里提到说 他逃到 逃到欧洲国家安全部门 进行保护 如果你让我讲 很可能是英国 如果他是军人的话 如果他涉及到相关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他逃到德国 意大利 法国 对他的保证程度 跟他逃到英国 有什么区别 在今年的大疫情的过程中 英国遭受打击最大 就是最深刻 是因为英国的首相 差点死了 那英国的首相差点死了 跟他的转变 以及英国根本性的 和香港问题的出现 那香港问题出现 但港版国安法出现 就促成英国是最安全的 而英国有一个五眼联盟 跟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连在一起的 那截止到现在 五眼联盟相对来讲 是比较稳定和可靠的安全机构 德国不可靠 法国不可靠 说你难听话 德国不可靠 法国不可靠 意大利 中国的警察在意大利 作为很多叛逃者 他会顾及这些 所以我个人才说 他到英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英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着今天香港的背景 有香港背景 从香港跑出来的人 很多人只要有条件 都会逃到英国去 叛逃者向美国政府 提供了一些 关于生物武器的资讯 不过其他细节无知 叛逃者是第二名 提供生物研究和潜在武器资讯的人士 第一名是这个 严厉蒙 没有太多的新的内容 我能看到的新的内容 跟今年春天的时候 就是他指控 CIA不一定可靠 所以现在都是在过程中 现在是在过程中 你说证明这种消息的 真与伪呢 反正他是媒体这么出来的 而格茨这个人呢 确实有他背景 从2012年 王立军的事情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